但是大家想一想看 他不会用鬼的身 技工佛佛来了 他就开始喝酒 原来来的不是技工佛佛 他是酒鬼 是酒鬼 有时候讲说他是 这个很大 他是佛 佛来的出现是一个佛 事实上也是灵鬼 灵鬼也可以 真的很灵鬼很有趣的 他能够一个意念 他就到很远的地方 他也没有身体 他不会生病 他也可以穿墙 可以进到你家里 你就算把门全部都轰住了 他照样能够进来 当鬼也很好玩 当鬼也很好玩 所以叫鬼气 鬼的这种气味 你当那鬼 真正当那鬼 很有趣的 但是他不会现现鬼身让你看 就像流哉里面所写的 那个叫什么 辽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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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所写的 这个叫做什么 画皮 画皮 明明是鬼 但是他只要装上了一层皮 他就变成美女 这书生意道的美女 真的是公子意道的 这个好像是说小姐 公子跟这个小姐相遇 产生一段恋情 晚上的时候在一起 在一起 惨叫一声 公子惨叫一声 就已经被他吃掉了 他回去 他等会把人皮拖起来 又变成鬼 晚上出来就装上人皮 就变成美女 哇 他一定化妆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什么 不一定是佛菩萨